各位早晨 歡迎收看一節天氣 我是蔡子純 在一股活躍的西南氣流影響之下 香港今次由中環望出去維港兩岸 見到我們會受到一些大罩雨影響 在雷達的影像就可以見到 在一些雷雨區 就由珠江口二西這樣逐漸向東移動 在今早的時候我們帶來一些大罩雨 在雨量分佈圖見到 由5天到早上的7點 香港多處地區都錄得超過50毫米的雨量 當中在荃灣青衣和大嶼山更加錄得超過70毫米 預計香港今日繼續有些大罩雨和狂風雷暴 大家出門口記住要留意天氣變化 至於在大範圍的衛星影像可以見到 同一股活躍西南氣流相關的雲帶 都是覆蓋廣東沿岸 香港今日繼續是一些多雲和有罩雨的天氣 而在氣溫方面 下雨之下見到香港大部分地區的氣溫都在25度左右 我們預計香港今日的天氣將會是多雲和有罩雨 初時雨勢是頗大和有狂風雷暴 預計日間的最高氣溫大概在29度 而風方面會吹著和緩的西南風 而離岸的風勢是間中清靜 展望在未來的一兩日會有幾陣罩雨 短暫時間有陽光 今個星期後期天色會好轉和日間酷熱 這一節明天講到這裡 下次再見